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上次还建议 就是最近香港炒这个事情炒翻天 但是我有一个感觉 从大陆堵车 我经常有一种感觉 就是他们为什么争先恐后 我认为是他们生活里 常常觉得朝不保夕 就是说过去咱们在广东 广东人有句话也叫 看见红灯绕着走 看见绿灯赶快过 你看我们的时间感 速度感都非常的鲜明 这是跟我们生活经验有关 这辈子很多的事情 真的是你要赶到第一波 你赶上了就赶上了 你比如说内地的孕妇 前是前多少年开始 那个聪明的人就知道 到香港生孩子 到香港生孩子 哗哗哗哗哗哗 结果到现在 人家香港叫停了 你就是公立医院 停止预约内地孕妇了 是吗 但香港自己本身很多矛盾 他的私立医院还想多接受 有些中介公司就趁机涨价 就纯粹是一个商业利益 但从香港社会的 全社会的利益来讲 因为他们觉得现在 好像差不多一半 去年生了八万个宝宝 四万个来自我大陆同胞 那这样的话 他在眼前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他剥夺了很多 香港孕妇的 这个生小孩的医疗资源 享受的权利 有很多要预约 预约要付钱 要说你就刚怀孕 还搞不清楚了 先要去订床位 否则没有等等 就剥夺了香港本身的人 很多权利 另外更长远的是 他还影响人口结构 他长远来说 他会影响香港的人 因为香港的这个人 进来的人是早就算好单程 每天多少个 那这有一些人自然死亡 有些人移民 所以整个香港的人口 它是像一个水池一样 有进有出 那现在香港是属地政策 只要在香港出生的人 他将来就永远是香港人 这是太重要的一件事 为什么有的内地孕妇 说我宁愿多花二十万 我也要到香港生孩子 那家伙落地生根 香港人 香港人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对我来说 我想当香港人 我就恨不得 因为你当香港人 是叫什么护照 特区护照 特区护照 一百个国家 免签 哪用现在这整天签证 受这个阿杂器 他现在的那个出去旅行 比美国护照还早 就是啊 不安全嘛 就是啊 香港的这个 而且你知道 他到了一定的年龄 你就可以拿重元 你就什么都不做 你今天什么工作都没有了 可以拿三千多块 一个人 香港有很多家庭 一家五口 一个月拿进两万块钱 他工作绝对找不到两万块钱 其实你看 我觉得主要 我觉得回归到那个孕妇的心情啦 因为两位都不会大肚子嘛 这孕妇的心情呢 其实很多时候都很简单 我要安全 我要一个安全 所以就是说 我在什么样的医院生呢 可以让我觉得有保障 而且台湾有一个 我就觉得 我就不懂 为什么香港会没有 这么先进的地方 台湾很流行坐月子中心啊 各式各样 坐月子中心 对 就是让你产妇 在生完了baby之后呢 你可以自己选择一个坐月子中心 那简直就跟到五六星级的酒店 去度假一样 专人帮你 看护着小baby 而且那些专人呢 一定是严格 有一些 有这个证照的 有护理执照的 但当然也有一些 可能条件不是说这么好的 总之就是说 有坐月子中心 这么样的一个服务 可以让大家也减少一些婆媳 比如说坐月子期间 帮助了一些问题啦 很多人说 本来婆媳关系很好 就是因为一个坐月子 可能彼此惹出了一些嫌随 也不一定 然后而且产妇心情 真的会有一些影响 也需要非常好的休息 是这样 那你说像现在内地 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我们跟朋友私底下都开玩笑说 这是不是另外一种 有钱人的战争 因为现在是因为 你如果说平常在公立医院 大家都算了 私立医院是 你有钱 你也可以去排队 但问题是 现在很多有钱人都感叹说 我们有钱啊 也要花大把的时间去排队 心情当然就不高兴了 就不开心了 去算了一下 那包括医疗资源 他们会觉得医生人手不够 护理师人手也不够 通通都不够 那要怎么样应变这么多 这么多的人 你要说这个医院呢 我觉得真是个管理问题 香港的医院 在过去咱夸过 就是它的管理好 我就说这个 我有的时候 这个闲着没事干 我也浪费香港医疗资源 我去检查 我没事去检查 我就说 我享受香港的这个医院 我觉得他们配合的 好像中国女排 就是那个 就是这个医生和护士 一个护士 把你领到一个X光中心 你在这等两分钟 两分钟 啪片子拿来 然后另一个护士 一切都在流动中 你知道我一天 就是不同的人 就跟那个女排交接一样 啪一下把我领到哪 甚至有人领着你坐电梯 你知道吗 一般在一个医生的门口 等不过五分钟 啪你就能见到这个医生 我觉得它的这个系统 了不得 但你有没有发现 香港不管是医院也好 还是公共机构也好 里边工作都不是人 他们都超时了 就是说他是一个护士 他是一个医生 他是一个清洁工 或他是一个开电梯的 就是说 但他不是一个 你忘了他是一个人 你明白我意思 他就在做他的指手 我这个相比较之下 我就发现你到内地 你再严肃的场合 法庭也好 海关也好 医院也好 那里边的工作人员 都像在家里一样 那个态度是放松的 我见过海关的人 他去倒水 他去 你这边很多人排着催他吧 他去给自己倒一杯茶 他走过去 走过来的一个样子 就跟在家里走路的 一样的样子 背影都看得出来 在香港你看不到的 他一上班的时候 他的人是抽紧了的 是 徐老师 非人的待遇 我跟你讲 但是这个 这个就是两岸三地看着不同 要不说两岸同根 这个台湾 很多朋友专门去台湾的医院 也就是说服务 他跟香港又不同 香港是非常职业 就像你说的 有一种非人的感觉 但是做得非常到位 但是你说我们大陆像家里 台湾更像家里 但是他是一种 特别亲情 那个就是医生护士讲话 就是跟台湾开店的那个一样 他流露着浓浓的那种人情味 我觉得刚好是个调和 我觉得这就像刚才老师所说的 我觉得这是人治与法治的社会习惯不同 比如说像港台两地 可能在很多的制度上面 他们法规的条目是非常清楚的 包括每个医生的职责 比如说他可能不能在病人的请托下 我乱开一个处方签给你 就是被查到了 可能会吊销执照等等 台湾我觉得最多内地的朋友 喜欢到台湾去做健康检查 这是是 哎呀就说的 检查 他们说的跟去业总会 不能说去业 就是反正就是洗丧拿去了 很难似温的 因为他们现在 比如说公立医院会大排长龙 那像有一些私人的 健检诊所 它可以让你在半天之内 你就检查完基础的 你另外的当然要自己 自己选择加价 基础的检查 但一般的人可能就 我需要基础的 基础的就够了 有更精细的 可能他有特别的需要 一站式的服务 你从进来 你好 今天登记几号 帮你做完的手续 你就像进导游团 真的不夸张 我自己第一次去体验 我就觉得像导游团 他们就会有专人 比如说你们八人一组 他们一次都不会太多人 还是精细的小团体 八人一组 他先带你 你们等一下几点几分 到几点几分 你们先做 先验什么尿液 杯子给我就好了 然后之后 有人专人带你到哪里 去看一个影片 然后又有专人 领你到哪一排的沙巴去坐 然后几号都会告诉你 你就完全就是很放心 然后你只觉得很轻松 很愉快 然后很顺畅 我的检查完毕 我也拿到报告 但他不是给你作弊 就是说不通过的 也给你通过 这不是 没有因为那个医生 他会这样 你检查完毕之后 拿了你一张 从头到尾上面很多选项 拿完了之后 最后还会有一个总医师 坐下来 会跟你把你今天 所有的状况 好好的跟你讨论 包括你有什么问题 你在最后的咨询室里面 那边就做一个总的 例如说总的报告 总结报告 然后再拿那一份继续 再去寻你需要的医疗资源 内地是家庭温暖 那个家庭制的 那个所有的机构的 一个特点就是说 你要不认识的人呢 你就惨了 他个脸都是这样 他在喝茶不离 但你要是认识呢 那个亲切啊 还得要认识人 也不是徐老师 我跟现在流行的风潮 畅畅反调 我们对大陆的医院呢 包括我很多年没进医院呢 一直是有这个印象 这大家都知道 包括现在大家讲什么 医患冲突 医患矛盾 对吧 好像大陆医院 可是我现在产生一个怀疑 就是因为我这个老娘入院 对吧 我通过我个人 对一个医院的观察 市级的这个医院 我觉得 这是个 就是我没想到 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十二庄的医院 能这么好 甚至你咱们广告之后 我再给你做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当我现在想夸一个大陆医院的时候 我心情很矛盾 因为呢 就是 我们是做媒体的 我的耳朵里灌满了的报道 大陆的医院是一片糟糕 对吗 以至于我现在就说 我要说我亲眼所见的这个好啊 我觉得会不会犯众怒 可是你 可是我确实 我也一直对大陆医院是这个印象啊 但这次就是 我只能说 比如说我妈妈住的这个 再具体说 就是我看到的就是他神经内科的 就这一块 别说我没看到 我不能这么讲 不光是对我们家 因为人就观察 你像这次 这个北京宣武医院 一个焦力群大夫 他跟我聊 他说我一年跑一百多个医院 他说 因为啊 咱们这个病人呢 往往就不知道要不要转院 说你因为你发了病 你偶然送到一个医院 然后你就想 他是不是好的 要不要转 但是呢 你看这人焦大夫就说 说那我就一年跑一百多个医院 他说我有个本事 我到一个医院一看呢 我就知道这个医院怎么样 我看五分钟 我就知道 他说这医院 看哪里呢 他就说 他就说啊 这个医院不错 后来呢 我看了五天 我也有了跟焦大夫 同样的这个机会 我现在也会看了 我跟你说 看什么呢 看细节说白了 你能看 比如说 我没有想到的是 就是说 现在我们石家庄 或者大陆的医院呢 能够到这个程度 首先呢 是基本干净 而且每过一段时间 就有人打扫啊 就保持你的这个干净 再一看看医疗设施 在医疗设施 就是那个床啊 你想你要到一个 差点的医院去 他就是那个铁架的床 你知道吗 现在他都是那种 跟香港病房里的那种床 带窑的带咕噜的 两边那个 那个弄的那个 而且呢 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啊 我就是发现 这个护士怎么这么好 然后我还打听 那些个人都说 说护士都挺好 你看这也改变 我以前对大陆医院的印象 我是亲眼所见 哎呦那个护士 你说他能挣多少钱呢 他就是 差不多五分钟 十分钟 就来一趟 这个病人家属 你不管要干什么 要翻身 还是要什么 大便小便 使尿 这护士都帮忙 甚至有个护士 就带着护外 那是这种重体力劳动啊 而且说话 真是和哀可亲 你说这都是我亲眼所见 然后人家那个牌子上 有这个承诺的 就说这护士啊 就是静脉 叫什么静脉 这个输液 给你扎静脉 一次要没找着 退还所有的输液的 这个费用给你 说说 比如说病人打点滴嘛 他们叫什么 叫叫空液现象 还是叫什么 就是说啊 这个液体没有了 别人家就叫护士 没及时换 如果发生一次这个现象 这护士没到 退还这个项目的医疗费用 这是真格的 而且所以说 你知道吗 给我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 你要知道 就是说咱们得承认 我们石着装 就跟中国任何一个城市 包括北京一样 我们还不是很发达的一个地方 包括一般人民生活 人民的这个文明程度 比如说可能还是有些不太爱排队 有些脏烂差 但是你会发现 所以我说 为什么医院是个管理问题 我发现 你这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处于那个类似于酒店 大堂的那个位置 你好像还是不大有办法 因为毕竟是十里八乡的 这个病人在这里 弄得你这个环境 没法补有些乱 对吧 但是你真正进入了 他的这个病区 你就发现 干净了 这个清洁了 而且医生护士 看着像个样子 那就靠谱吧 就靠谱吧 这我不能瞎说 就是说 这是我观察到的 那么你说 所以我就在想 我脑子里灌满的信息 还是大陆的医院 一片黑暗 可是为什么 我就我亲眼所见的 让我产生一个疑惑 我说大陆的某些东西 是不是在悄悄的进步 就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呢 很多地方的情况很差 但你看到的地方 正好很好 他们对你以后会更好 这是一种 第二种呢 很多地方都在进步 可是我们呢 通常只批评 那些比较差的地方 把那些局部的 差的地方放大了 对不对 就我们眼前有八件好事 可是我们老在批评 这一件坏事 人都是这样的了 就是想纠正这一件坏事嘛 所以两种可能都有 你知道 我觉得这几年来 很流行一个错子 就是硬实力与软实力 我们大家 我觉得全世界的人 在看中国呢 都觉得在建设方面 没有话讲 非常进步的快速 在硬实力 蓬勃发展的同时呢 在软实力上 其实更多的是 一种新的感受 我住过院 我自己知道 其实护理人员 是让我们 对这家医院感受的 第一线 非常非常重要的尖兵 他们有说医生 医术好 但有些医术 很好的医生 他态度也不见得很好 医护人员非常的重要 刚刚我们提到大厅 像台湾大医院的 大厅里是怎么样 也是一样 非常的嘈杂 很乱 可是你会看到 非常多穿的背心的志工 他们就故意这样设置 特别是在 有一些楼比较大 然后转角比较多 他就在那个转角 设置那个穿的背心 你一看 就是他画一个十字 一个救护站咨询人员 所以变成说 让你让所有的人 不管你是哪里人 你到了那个医院 你如果有不懂的地方 你什么都可以问那些义工 所以变成说 你一进到医院 你不用担心 只有你如果一个人的时候 你不用担心 很害怕 没人帮你 那些人都叫小蜜蜂 都像可以帮你 你看这也是医院的一个细节 他在服务病患上面等等 所以您刚提到 你知道那个护士 他这个穿梭来去的感觉是 随时有人帮你 让你觉得很安心 哗一下就进来一趟 或者不管你的病人家属 在做什么 他来了见到就帮忙 他这个包括翻身拍背 这些个 所以我觉得这些护士 挣不了什么钱 你说 对 护士永远就是很辛苦 所以我真的很想帮他们 多说话 态度 态度有特别好 我自己的直接感受 跟你一样 就是我直接碰到了 我去年夏天不是 同时住了两个医院 上海的瑞金医院 非常贵的好的病房 跟香港的法国医院 也是个好的医院 护士在进到你房间 为你服务的层面 一模一样 两边都非常专业 区别是 你如果跑到护士 他们自己有个房间的时候 你到香港的那个护士在里边 一个个都不说话 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可是在中国呢 你跑到护士他们值班的房间里 他们就在聊天了 台湾也是 他们就很亲切都在聊天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 就是说 在香港没有红包 在内地有红包 尤其是签到越大的手术 这个红包的问题 就变得越来越慎重 要命的是啊 你永远不知道该不该送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 要不咱们卫生部就彻底下一个 这事摆明了就要收 收多少 你知道吗 就完了 什么手续百分之多少 最难办的就是说 台湾现在很怕 人家医生也很和安可亲 那么人家也挺尽心 但是到底该不该给 我觉得最烦的就是这事 主任有一次单独来看我一次 他来看我一次 平常都是很多医生寻的 可是他单独来看了一次 我当时非常感谢 我想你看他对我特别关心 走了以后 朋友跟我说 他为什么一个人来啊 是不是你应该在这个时候 有所表示欢孕呢 对对对 你说同样一个行为 我怎么解读 所以我现在强烈建议 就是说以后我们医院 明码标价红包 把它公开化 我们愿意给啊 我们愿意给 对不对 而且也这样 因为命在人家手上 导演说不能再说了 去广告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事啊 你知道我现在就有体会好烦 你知道吗 明码不要假 对你有时候送个红包 怎么跟做贼似的 你知道吗 因为你也得考虑 人家这个大夫 你知道吗 你比如说你 首先人家大夫不一定要 你不知道人家要还是不要 对 可是你不给嘛 心里又不安 还有你最不知道 他的这个期待指数是对的 对 而且你知道 还有具体的 你给现在医院 人家也挺严明的 都有摄像头的 你得为大夫考虑 至少你觉得 我不能在医院给他 那么你怎么能把他 又引诱到外头 抬到家里去看望他 对啊 你又说 要不这咱吃顿饭 吃完饭的时候顺便给 你又怕人家不要吧 弄得很尴尬 你知道吗 永远就闹不清 这个问题 有网民给我写过 因为我记得印象非常深 就是我批评过红包 然后他就指出这个红包的制度 好的地方 然后我也认识 现在学医的人 现在无数的人在学医嘛 你知道学医是时间比人家长的 付出的代价是比人大的 那旧社会也好 香港也好 美国也好 医生是明摆着 比一般的人收入高的 可是现在中国大陆 他们说 他们学医的人都知道 老师还有医生啊 收入是高 可是有一大半是 就是这样 不是 就是说咱们这个 就是中国的这个问题 收入结构的问题 就是说 真讲这个 纯粹的 明面上的 工资单上的那个钱 医生太不合理 医生那 跟全世界相比啊 你看啊 在西方 最好的职业 让孩子学医生 学医生 家里也需要最有钱 因为他学的年头 好像得上八年 对 学八年 学习都特别长 但是一旦学出来 什么姑娘都嫁给你儿子 你知道吗 最好的职业 收入有保障 台湾也是 香港也是 医生是最 最业的职业 马克思的资本论 分析的很清楚 你这些脑力劳动 你的培养时间长 你将来的得到就多 你有的东西 你训练的时间短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 如果说没有 咱说说 书碗得说说 光咱俩了解了 没碗 没有 我就觉得像 红包文化的四个字呢 在台湾 大家一度会很担心 觉得这是不是 穷蛇猛兽 但是其实红包文化 我觉得也是中国人 独有的一种心情 很有趣 有时候 我觉得就像 刚刚老师讲的 你真的是一个感谢 你不知道怎么感谢他们 就想说 我包一个红包 比如说像 我们小道送家具人来好了 那个明明你的安装 跟什么运送 都包含在费用里面 但是你就看 一个人师傅 扛着沙发这样子 你真的心里会感动 觉得说不好意思 然后你拿红包 他们也不好意思 但你就只能够用 这种小小的红包 是不是补贴他们 一点点汗水 会有这种心情 同样以前大家会担心 台湾也有过 那个收的红包最多的 就是某某大医院 他们就是 台湾也收 台湾有 那时候也被诟病 比如说最知名的台大医院 也曾经有过非常多 那大家会担心 我红包不送 你开刀 到底有没有跟我 掉一根针进去 或扫封一条线 是啊 最近谁不就掉了根针进去 韩国的那里面 但是如果说红包 把高门给红了 红包刚刚说 要立那个标明化 如果说红包文化的感谢 因为这样变值了 就比较不好 所以这么变要很审慎 就是说 如果大家变成说 给红包跟不给 是一种恐惧 对我医病 你这个医生到底 会不会把医术 真正施行在我身上 达到恐惧 而给的红包 那这个就跟 真正感谢的 红包的这种意义 会有所不同 所以像台湾对于收红包 不是畏惧 但就怕里头的钱的问题 所以大部分都送一些 比较经济实惠的用品 不不 但能不能在这个中间 有个过渡 就像美国 你去吃饭 给小岁 有一个百分之十五 大家没有明文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谢谢